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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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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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是 我覺得這個來說比較保留一點 以財險過去幾年增長是強的 到近一兩年開始 明顯是慢了很多 始終關於業務性質事 因為它本身做的只有車險 火險 財產險為主 以車險來說 經過了之前這麼高的增長 到現在來說 其實很難要求再有大的增幅 所以它的業績 我覺得 當然看大數不會太差 但以按年的比較 變幅上去看 不會像之前這樣來得那麼強 所以沒什麼特別的亮點 可以令它有太大的升幅 以本身的價格來說 特別在這段時間 跟著內地市 也回升了不少上來 好幸好到這一刻 仍在一條50天線上 我覺得只要短期 不穿50天線 其實不算太大的回調風險 所以如果要留意 要想買也好 起碼看13元邊 調50天線 如果這些位置是站得住不穿的 我覺得你才考慮買下去 到時來說 以大概14.8左右 做回目標價 而下面 可以以大概11.5 月份的低位 做回指示位 另外想問IPO 是不是 嘉玲觀眾 是的 1557 已經截了紙 現在想問你 什麼問題 喂 我想問你 如果抽到 是不是過二的位置要走 然後有人教我 落一元再買 我想問你 如果真的一開始 有兩成升幅 我走了之後 一元的位置 好不好買回它 因為其實 我看報紙也說 對它不要太樂觀 這樣 如果走了之後不要買 這個策略 好 見到每股方面的發行發售價 大概是8日至9日半日 每首有4千股 入場費大概是3,800左右 家庭觀眾就問 如果真的抽中的話 到時上市的時候 第一天的部署是怎樣 是不是升了兩成就要走呢 真的挺樂觀的 有兩成的話 這個股份 看不看好 應該是炒一炒還是可以持有 當然我覺得如果以這股份來說 劍紅集團 這樣說 本身就做一些地基工程的服務 而且以這次集資的規模 或者它本身的size 都是比較偏小的新股 所以說真 以炒作性來說 我覺得是有機會有的 特別以這麽細的新股 而且在這陣的時侯氣氛 叫做稍微好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機會炒一炒 所以本身 如果你真的有抽到的時候 當然我覺得你可以看一日上市之後的表現是怎樣 如果你以第一天 或者頭一兩天 是真的能夠有一成幾至兩成的升幅 我都覺得真的考慮去吃了戶線 這樣會好一點 但是當然之後 好不好再買 或者再炒 我反而就真的不是那麽建議 我覺得剛才提到 只不過純粹是一個小隻 是適合一些所謂炒新股的 所謂愛好者的炒作 或者比較容易炒上 但是如果以基本上來說 當然行業前景不敢說完全不樂觀 但是如果以它那個 可能在行業裏面的一些 可能有沒有龍頭的位置 或者有沒有什麽優勢 但是暫時又不是那麽建議 所以我覺得沒有太多優勢的時候 基本面就不是那麽炒 所以有機會只不過短期 可能炒一個新股因素 但是中長線來看 暫時就不是那麽建議 好 多謝李小姐的電話查詢 希望都幫到你三隻股份的部署 剩下來的時間不多 和你稍微跟進一下 一些公佈了業績的股份 特報國真的還沒跟大家談 見到1368 現時股價在3.53 跌在超過百分之一 跌前有資金追捧 公佈業績後稍微偏遠 看回業績做得不錯 去年來講多賺了三成 期內收入方面都升了一成 無理方面都提高了 就是按年增長了1.4個百分點 大數做得不錯 亦都有特別色牌 為何在股價方面稍微偏遠 業績方面自己收不收貨 當然你說以業績上去看 其實是不錯的 因為始終以大數上去說 一來就多賺三成 並且今次都有一個特別色因素 並且以當中的細節上看 譬如無理率來說 亦是較早前的中期業績 更加有過擴伏的現象 其實在成本控制也好 或個別產品的單價上賣也好 其實是更加理想的 並且以這些數字來說 其實真的不太差 並且以這個版法 另一個因素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可能存貨的周轉天數 或者負債的水平等等 以特步來說 其實以負債比率 剛剛這個全年來說 大約1成19.8%左右 矮近兩成左右 其實對比去年 同期一四年 大約23%流上 都是低了 並且以負債的壓力 亦是進一步下降了 這也是好的 而且以負債的周轉天數 更加按年減少了13天 去到58天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指標性的數字 其實都做得不錯 所以其實本身 我覺得業績不是太差的一個情況 或者太走仰的一個局面 但為何本身今早好地地 但即後回來都要去跌 我覺得這樣說 不只是它 年之前的安踏 其實都有相類似的現象 就是業績出來 整體來說是好的 但只不過大家早預期做 或者是很多的 可能是之前的股價 或者是之前的一些看法上說 已經大家預算了業績是不會差 或者都比較理想 所以只要出來業績和預期差不多的時候 沒有太多轉一步的炒作性 反而如果相反來說 出來的結果是好過預期更好 沒有人才有得炒 所以變相形成這下 不是太炒 但是令到股價稍微整顧一下 我覺得都算是比較合理 好 之前談的就是一些歷史的營運數字 接下來大家要看回 其中一個指標 就是它接下來的訂單方面的情況 特步除了公佈業績之外 都公佈了今年第三季度的訂單表現 見到2015年同期六 高單位數的升幅 這個數字可以說是2013年第四季以來 連續第十二季度有回到改善的情況 整個行業是否越做越好 而這隻又是否特別標稱 當然以這隻來說 算不算是特別標稱 它算是比較好的其中幾隻 除了它之外 例如安踏、1361 這些很多的訂貨會 或者同地銷售表現都是不錯的 但它算不算是最標稱的一隻 說真的 它又未必算是 因為以它的訂貨會來說 最新的16年第三季 無論在銷售和單價平均上升之下 總訂貨金額可能高單位數增幅 之後大概6至5至9%左右增長 的確是連續十二季度的改善 但始終不能回到雙方數增幅 這稍為令大家有一點失望 因為始終今年下半年回來 都比較多不同的體育性事 當然特步跟這些體育性事 坦白說 產品上不是太大直接的關係 但可能大家預計上 就算有這麼多的體育性事之下 都會帶動到銷售 但結果只是一個高單位數增幅 不算太吸引 而且在銷售的銷售來說 仍然同樣是一個中單位數的增長 變相整體來說也一樣 不是特別大的驚喜的時候 對股價來說沒有太多的炒作 所以短期來說 可能會先反覆一下 但只要能夠站在大概3.4樓上 我覺得暫時問題不大 謝謝Rafi 對股份的分析 看到整個體育板塊暫時都向下 包括剛才提到安達體育以及利益 還有就是Packup方面 跌幅都是2%左右 謝謝你Rafi 和你先做新報 提及特步自己有沒有自由 也沒有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有其他主持人和大家見面